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少年四大名谱》中 陈小云饰演一个丫鬟 整张脸都变小了 下河线流畅的不少 到2016年的小别离 陈小云颜值开始逆袭 肩下巴 高鼻梁 瓜子脸都出来了 此后陈小云的颜值一路飙升 2017年她在独青中饰演女主瑶瑶的表妹 就算简单的衬衫 也掩盖不住温柔时尚的气质 2018年的如意传 直接让她火出圈 她饰演了丫鬟索欣 人设讨喜 温婉可爱 到了2020年 她在超新兴运动会 成功带火了再逃公主的造型 接下来在浪姐和胡珠夫人中 陈小云的颜值依然很惊艳 不过为了获得这样的美貌 陈小云也付出了很多 她曾在火星情报局刺报 整骨经十次 这种疼痛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 话说回来 如果没有整容 陈小云恐怕还在跑同套 也配绝吧 整容界最成功的代表 除了陈小云还有美伤很高的居敬毅 当年居敬毅还只是一个 长相普通的邻家妹子 2022年参加选秀时 18岁的她原本想靠着选秀人生逆袭 可没想到第一关就被淘汰了 此后她换了个方向 转而以女团的身份进军娱乐圈 为此她垫高了鼻梁 割了双眼皮 气质有了很大的提升 后来又经历了几次换脸 才达到了如今的效果 看她的初期面容与现在相比 完全像变了个人 她每次的出场造型 穿上公主群被夸像迪士尼架头公主 消息来的时候 眼睛里面有心形非常迷人 她宣布单飞开始拍戏后 女主戏一步接一步 资源好到棒 她的古装造型每次都很美 空里又掀起飘飘 即便她造型雷同 演技也不是很出彩 但她的半永久古装真的很漂亮 起码美在了我们的审美点上 如今她的契约应接不暇 毛到飞起 还和谢娜肖战一起登上了春晚舞台 名气可以说是很高了 而且巨静依丝丝毫没有变脸的后遗症 正在拍摄的星期四路透照中 她的半小依然很漂亮 要说变脸成功的女星中 能与巨静依并列的只能是杨颖了 十岁岁出道的杨颖 极其相比 简直先换了一个人 还被网友不客气的称为换头baby 而到了二十岁之后 她淡装清真亮丽 浓装看起来更惊艳 现在她且暗示的baby 就是高颜值的混血脸 而且杨颖从极其无名的模特 到当红小花 还嫁给了一见能星黄小明 够拿到了八千万片酬 她靠变脸成了人生大赢家 但对于整容 杨颖死活不承认 她坚持自己是纯天然的 根本没有在脸上动手脚 甚至还自己拿手捏下巴 还用八个夹子夹脸 看大家还是不相信 她又跑去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来做签订 缩严状态的她 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 还进行了直播 结果就是建立医生说 baby的整个头部 脸部的骨骼都没有任何的刀口 换句话来说 baby真的是纯天然的美女 不过大部分网友 还是坚持相信自己的眼睛 断走了美貌途径的 Ashley Baby 能力一直仅限于美貌方面 因为她的眼睛 还专门创造了 抠图演技这一网络新词 她街拍的影视剧 必顶踏不过一个烂子 和她好多女男演员 也口碑大跌 虽然演技不足以支撑她出圈 但她依然可以凭借美貌 在综艺上如鱼得水 相比于baby周扬青 则坦荡的许多 她直接承认自己整容 还说平常批图都下手比较狠 因为这是网红的基本责任 特别有意思的是 不光她自己大方的承认整容 前男友罗志祥也表示 整容之前就已经认识周小姐 以前的周扬青外貌普通 身材也是胖胖的 差不多就是班里坐在后排 不起眼的女生 然而通过进化型的整容 她一跃成为了女神级 如今的她看上去精致又洋气 与之前的爆发户土牛毫无关系 而人美了之后 她的审美也有所提升 不仅开了自己的潮牌店 还登上了综艺节目 穿搭更是引起无数人的模仿 最重要的是 甩掉渣男的她 完全走上了人生巅峰 事业越来越顺利 上综艺开直播 网店也经营了十分火爆 女主戏接到手软的李依童 也靠整容走上了逆袭之路 在进入娱乐圈之前 她是一个舞蹈老师 还曾经参加过一档相亲节目 爱情来敲门 当时的李依童还叫李雪 无关精致清秀 可以看得出来底子还是很好的 进了娱乐圈之后 她整个人肉眼可见的精致 但对于整容的质疑 李依童并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表示自己为了获得工作机会 乱说过年龄 即便李依童被说 撞脸半个娱乐圈 与杨幂 张力颖 张萌 李契 以及袁珊珊等人 都有些许的相似之处 但是她颜值一直在线 演技也不拉垮 不仅把黄容一角演得很有灵气 还在魅者吴江 半腰倾城 有精彩表现 相信不少人都看过 沈梦辰整容之前的照片 跟现在相比简直半弱了人 当时沈梦辰的脸是圆的 眼睛也没有现在大 属于那种很普通的长相 因此进圈之后的沈梦辰 就动过很多地方 第一个部位就是眼睛 她割了双眼皮 之后又动了鼻子 最后还做了下巴 一番操作之后 一个容貌精致的女神就诞生了 变美之后的沈梦辰 事业得到了质的飞跃 虽然一直都饱受着 更改年龄和整容的飞翼 但这些并不影响 她的事业发展 现在她还如愿和海棠颖的镇 妥妥的人生赢家 杨颖的同门师姐熊戴琳 刚出道的时候是典型的方脸 出道香港发展时 不少圈的人都吐槽过 她很吐气 后来被著名经纪人 Kimi姐收入麾下 出国度了曾经后 熊戴琳摇身一变 成了小关之灵 流畅的追击脸 恰到好处的鼻子高度 直接变身性感美人 正是因为有了颜值的完美蛻变 熊戴琳才会在Kimi姐的推荐下 被郭富城看上 选为了MV女主角 然后顺利成了情侣 也正是有了郭富城的名气做跳板 熊戴琳后来 才能收获如此高的知名度 和优质的影视资源 如果没有这次晃头 熊戴琳的人生会怎么样 谁也说不好 柳妍从一个主持人 走上演员之路 和她的变脸同样关系密切 2015年在所有女明星 都回避整容话题时 柳妍公开承认 因为娇元大奶流失 打过瘦脸针 并且劝劝女生慎重打瘦脸针 打过之后 会让人的表情不自然 包出道时 她的脸圆圆的 清纯可爱 但和时尚张上边 2005年 柳妍参加安婚卫视主办的 猫人超级美丽主持秀 消瘦的面容显得憔悴无比 2007年 签约光线传媒后 柳妍开始转型 客车了电影画皮 魔鬼身材 风弱凝脂 脸型也变成了精致的瓜子脸 风露肥臀 精致面容 让柳妍得到的机会越来越多 谈不上演技 但站在那里就很美 古装剧之后 她又走上了都市清喜剧之路 架了一百分男人 某私男士 不二神探 分手大师等作品接连上映 让柳妍在演员路上越走越稳 同时 她搭上了大棚 走上了电影之路 受益人和大人家口碑都不错 随着事业争争日上 柳妍的脸也越来越美 风格也越来越讨喜 从淑女风到简约风 让她越来越接地气 口碑也在不断的扭转 凝过四十对柳妍 依然保持着焦好的容颜 背后是自律和衣美的功劳 无论如何 从一个小护士走到金字塔顶端 她的人生一定足够传奇 而美丽的脸蛋 不过是她逆袭人生的武器 脸可以整出来 气质却很难动刀来提升 但陈述却能做到 颜值与气质兼备 优雅之心的她 一直都是娱乐圈的动人女神 她的长相也自带贵气 一般的女明星根本没法比 不过没整容之前的陈述 脸上可丝毫没有贵气可言 二十年前陈述曾出演过一部 刑警剧空枪玫瑰 彼时的她才刚刚二十多岁 原本正值青春年华 可她却被同剧中的配角给比下去了 那时候她长着一张疯脸 轻爽杠脸 但和气质却扯不上关系 于是陈述果断选择了改头换面 结果一般改造之后 她变成了瓜子脸 整个人的气质也飞速上升 后来出演的青春之恋 铁梨花等几乎步步都是经典 尤其是青春之恋中的白鲁苏一角 更是成了圈内最典型的旗袍女神 如今已经44岁的陈述早已结婚 嫁给了钢琴家赵依颖 并且甘愿给妻子当起了后妈 至今都没有生下自己的孩子 或许这也是她始终保持年轻的原因 虽说陈述靠整容改变了命运 但她的改动还不算太大 至少与之前的照片基本无异 整容也算得上是锦上飘花 提到整容的女明星 有很多人总是嗤嗤一鼻 其实整容并不是使我不舍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选择变美的权利 对米鱼精来说 换脸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 然而整容并不是一劳有力的办法 一旦降入整容的怪圈 就很难收手了 所以说对于一名演员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只要让观众从心底认可自己 才能够走得更长远 你还想看哪期有趣后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仪泰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斯一泰的视频 就请多订阅关注 斯一泰每天都会更新 精彩娱乐资讯哦 感谢观看